台湾器官移植进入到了新阶段 高雄长庚医院完成了医学文献史上 亚洲首例的手臂一体移植 有一名在30年轻位打工 失去了左勤臂的45岁男子 9月初在高雄长庚完成了手臂的移植 手术历时11个半小时 医生成功地把一名脑死患者的左手臂 移植到这名男子的断臂上 这个男子看到自己的左手臂 感动得几乎要哭了 而这个男子在手术之后 历经了复健 目前她的新左手已经可以握杯子 跟骑单车 恢复的状况相当良好 影片中女特务为了救未婚夫 忍痛把自己的手臂给截断 不靠着进步的医疗科技 成功地把手臂给接回来 这样的电影情节不再只是空谈 国内医学界写下了器官移植信页 完成了亚洲首例断臂移植 只有在有来做电话的询问 亚洲首例断臂移植 由高雄长庚医院外科部部长郭耀仁 主刀半年前获得卫生署的同意 征求手术志愿移植的患者 结果一名住在台中的45岁男子 志愿接受手术 他因为打工意外 手臂被截肢 手术时间长达了11个小时 术后恢复状况良好 断臂在获得新手臂以后 不但可以握杯子 患者还可以骑单车 男子就像国外这位 获得新手臂的患者一样 开心到难以言语 事实上手术难度很高 除了动用到很多的科别 手术过程必须缝合 22条的肌腱 6条静脉 3条神经 2条动脉 而且为了移植以后 组织要存活 医师必须要在 0.1公分的血管当中 缝合8到10针 这次主刀的高雄长根医师 郭药仁 施成国际整形外科 名医李维平 师徒写下了台湾器官移植新页 手术团队也包括了 多位感染科 整形外科 骨科和腹健科医师 成功完成了这一次的 患病手术 下次将挑战换脸 医疗移植手术不断的突破 不但为患者带来希望 更是阳明国际 订阵综合报道